娱乐圈世界2018年12月17日第一条新闻 2018家人中国风盛典来袭!向华强庆祝70大寿! 王力宏把观众认成王俊凯!陈立农被催完善信息领奖学金! 作为全球高端女性时装杂志佳人Mary Claire将携手安利七下高端美容化妆品品牌Artistria自带来万众瞩目的2018家人中国风style chain的超级盛典! 本届盛典以当下潮流永恒经典为主题! 邀请全球顶级时装品牌围绕每年既定主题参与设计机制作! 作为一年一度时尚圈的盛世,与往年一样,家人再度为大家带来超强的明星阵容! 本次2018家人中国风超级盛典将邀请百渝为娱乐圈超级巨星及时尚大咖前来助阵! 据悉style chain的年度超级盛典将于12月17日在北京举行! 杨并宁唐岩 杨领 妮妮 宋熙 蔡依林 李沁 袁珊珊 张子峰 肖战 谭 松韵 蔡徐坤 吴磊 李淳 周冬宇 何岁 西梦瑶 七威 郑凯 熊子齐 张明恩 肖战 李孟 韩东军 王子文等出席! 届时宜直播!家人Merry Claire抖音家人微博时尚腾讯视频四大平台将现场直播! 你最期待谁的亮相? 你最期待谁的亮相? 12月16日香港不少艺人都聚在一起为向华强庆祝70岁生日场面盛大堪比走红毯! 从道场的明星来看,几乎大半个香港的艺人都到了,看来向华强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接下来就跟小编一起看看都有谁去了这场70岁的大party! 首先是红金宝,他的道场最令媒体惊压,因为他与向华强曾传言恶交,两人也不曾有过什么亲密的合作,大家经常拿这两人来对比,无论是在香港的地位还是在娱乐圈的地位,都是人们议论的焦点,这次他能来参加生日聚会,身体力行迫不合传闻,或许是大家都想了! 参加向华强70大寿还有曾志伟、杨谦华与丈夫、袁永逸和丈夫等。 大家都知道,向华强的影响力非常大,70大寿请来了大半个香港圈艺人,去年还请了大陆的众多艺人,包括黄晓明夫妇、刘德华、李连杰等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马云都曾参加过他的生日恋会,这个影响力算是娱乐圈少有的了。 近日,王力宏演唱会上惊献一名神似Tboy Style 爽俊凯的观众,影的周围观众都纷纷询问,王俊凯来了啊! 二哥看到他后迟疑了一会,随即很认真地问了一句,是王俊凯吗?这位男观众听到王力宏的提问后,顺势对他比了个心。 虽然不是真的王俊凯,但是王俊凯和丽红哥有过合作舞台,观众朋友都希望两个人能再次合作。 今天,有人晒出一张陈丽农学校的教职工交流群截图照片,照片信息中提到让各位老师协助同学部交银行资料,否则奖学金无法发放,其中陈丽农出现在缺资料信息的名单上面。 简直太优秀了!